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复制路径 复制路径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拖动的方法来复制路径 首先在工具箱中选择路径选择工具 然后在文档中单击选择这个要复制的路径 按住out键 我们发现在这个光标的右下角出现一个加号的标志 按住out键 当它出现这个标志的时候 按住鼠标拖动 我们看复制出一个工作的路径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接使用路径面板 我们看在这个路径面板中有一个工作路径 首先要想复制路径 首先先将工作路径的转变为路径 怎么来转换啊 将这个工作路径拖动到新建路径这个按钮上 也就是创建新路径按钮上 释放鼠标将它转变成路径 转变完成以后呢 再拖动就可以复制一个路径 但是它和刚才那种复制方法 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 它分为两个路径层 也就是说 你同时只能看到一个 选择一个才能看到另一个 不选择它就不能看到 但是呢 它确确实实呢 存在两个路径 这是路径的 它的基本的一个复制方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变换路径 那这个路径过大或者过小的话 怎样对它进行操作呢 我们看编辑里面有一个叫自由变换 对吧 前面我们曾经讲解过 在对于图形进行变换的时候呢 比如说背景层复制一个 它叫什么呢 叫 你看比如说我现在选择它以后啊 选择这个层 对这个层进行变换的时候呢 它叫变换图形 比如先把这个路径的给它隐藏掉 选择这个图形以后 它叫自由变换 对不对 自由变换它变换的时候呢 是变换的是一个图形 而如果选择的是个路径的话 它就变成了自由变换路径 变换路径里面的命令呢 和我们前面讲解过的这个自由变换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了解它的变换就可以了 比如说使用自由变换路径 缩小啊 放大呀 旋转呀 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不是太熟呢 可以参照前面我们讲解过的 变换图形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变换选区的一个方法 来了解它的使用就可以了 这就是路径的复制和它的变换的一些操作 这就是路径的复制和变换的一个方法